他是史上第一个被诸十足的人 因他牵连受刑的人 多达873名 行刑结束后 尸骨堆积如山 场面惨不忍睹 他便是明朝大儒 方笑儒 曾被誉为读书种子 此后著作却被列为禁书 那他究竟做了些什么 是犯了什么罪 才落得如此下场 今天就带大家走进方笑儒的一生 方笑儒生于公元1357年 台州府宁海人 自幼便聪明好学 激情敏捷 相传呢 他年幼时 每天读书就已超过一寸厚 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小神童 乡亲们呢 也亲切地称呼他为小韩玉 长大后拜大儒宋连为师 当时宋连门下 有很多知名文人都不如他 就连前辈的胡汉 苏伯恒也自认不知 明洪五十五年 在吴臣接书的推荐下 朱元璋召见了他 朱元璋见过他后 对他也是十分欣赏 并向当时的太子朱彪表示 方小如是值得用到老的人才 但并未留下方小如 只是按照礼节将他送回了家 后方小如因被仇家暗算 而被逮捕到京 朱元璋在案卷上 看到他的名字便释放了他 十年后 方小如再次因人举荐 而被召到宫廷 这回朱元璋表示 现在还不是任用他的时候 于是给方小如一个 汉中教授的职位 让他每天给儒学声援讲学 一直到了建文帝朱允文即位 他才得以重用 朱允文即位第二年 便升调他作诗讲学诗 而朱允文本身 也是个十分喜欢读书的人 放在今天呢 也算是个文艺青年 故每当朱允文读书 遇见难题时 都会召见方小如 让他讲解一二 二人的关系十分好 方小如也是尽心尽力地 在辅佐朱允文 后人皆说 方小如是朱元璋 特意留给孙子朱允文的 朱棣起兵造反时 朝廷商议讨伐的赵令习文 接触于方小如之手 后朱棣大军攻入南京城 朱允文自焚 紧接着 朱棣便开始收拾那些 曾经反对过他的大臣 先是将那些建文忠臣挨个朱杀 后又将他们的妻女 送去当官籍 当然了 相比方小如 这些人的结局 还算得上是好的 那么此时的方小如又在哪里呢 答案是 牢房 明知她是建文忠臣 朱棣却迟迟没杀她 究竟是为何 这还得从方小如本身说起 前面就已经讲过了 这方小如啊 才华横溢 饱读诗书 最重要的是 她早已因自己的才华 而名声满天下了 就连朱棣最信任的谋士 姚广孝 都十分欣赏她 当初朱棣起兵南下时 姚广孝就曾向朱棣提起了方小如 她表示 朱棣攻下南京后 方小如是一定不会投降的 但希望朱棣不要杀她 因为杀了她 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灭绝了 而一开始 朱棣也确实听了姚广孝的话 她只是将方小如关进了大牢 并未取她性命 但是后来 方小如的举动 却着实惹怒了朱棣 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实上 朱棣也知道方小如 确实是个可造之才 当时呢 她也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 所以 她想要重用方小如 问题是 究竟应该怎样做 才能让她臣服于自己 朱棣想到了 她老爹朱元璋用过的方法 那就是 让方小如 为自己写登基诏书 毕竟 当年朱元璋 不就是凭借那一纸诏书 让刘伯温 臣服于她的吗 但朱棣忽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自己不是朱元璋 方小如也不是刘伯温 结局呢 也是可想而知了 方小如不仅没有帮朱棣写诏书 还大闹了金鸾殿 据说啊 她身穿校服 在大殿上哭得如丧考笔 她这是在干什么呢 是在为她的旧主朱允文 劈麻戴孝呢 这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打朱棣的脸吗 虽然朱棣已是怒火中烧 但一想到姚广孝说的话 她还是忍了下来 继续耐着性子和方小如讲道理 让方小如不要自讨苦吃 她只是在效仿周公辅佐成王罢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话说啊 当年武王法咒成功以后 阴上王朝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王朝 西周 后周武王甲崩 其子积宋继位 是为周成王 然而 此时天下刚刚安定 百废待兴 年仅十三岁的周成王压力极大 于是呢 便有了周武王的弟弟周公诞 待兴天子之职的典故 朱棣的意思啊 便是朱允温是周成王 而自己呢 是周公 不过话说回来 人家周公摄政归摄政 但好歹没有成王嘛 所以方小如呢 也是越听越生气 于是直接开口质问朱棣 成王在哪里 朱棣也是耐心地告诉他说 成王已经死了 方小如依旧是不依不饶问 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为皇帝 朱棣表示 成王的孩子还太小 如今大明需要的是一个能挑起大梁的皇帝 但方小如仍旧是不肯罢休 接着问道 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呢 这一下可着实惹恼了朱棣 方小如这摆明了 是敬酒不吃 想吃罚酒 朱棣也懒得再和他废话了 直接命手下的人将提前准备好的笔墨纸验 递给了方小如 让他写登基诏书 这回啊 方小如倒是没有反抗 直接提起笔就写了起来 一方口舌之争后 他提起了笔 难道方小如会就此屈服吗 当然不会 要说方小如这人呢 也是个狠人 他直接一不做二不休 在纸上写了燕王篡位四个大字 这可把朱棣气得够呛 但方小如并未就此收手 他将笔摔在地上 高声朝着朱棣说道 就算是朱棣杀了他 他也绝对不会去写诏书 方小如的行为 在朱棣眼里 就是妥妥的挑衅 于是 朱棣向方小如表示 杀他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他就不怕被诸九族嘛 早已誓死如归的方小如 当即就怼了回去 说就算是诸十族又怎么样 于是朱棣还真就这么做了 方小如慷慨赴死 被列于皆世 兄长方小文先与方小如去世 弟弟方小游与方小如 一同复刑场 复失一手而死 妻子正逝 及两个儿子中献中欲 事先自已身亡 两个女儿跳进情怀河逆死 方小如的著作 从此也被列为禁书 凡藏书者皆为死罪 但这还不够 紧接着朱棣又下令 朱方小如十族 这朱十族是个什么概念呢 咱们就先从各位看官 常听到的朱九族开始讲 所谓朱九族 就是指父四族 自己一族 出嫁的姑母一族 出嫁的姐妹一族 出嫁的女儿一族 母三族 外祖父一族 外祖母一族 姨妈一族 妻二族 岳父一族 岳母一族 总共九族的人员 都受到牵连 而朱十族呢 还加了一族 门生朋友 门客 学生 以及朋友 如果说 朱九族 是杀与受刑者 有血缘关系的人 那么 朱十族 便是指 不管有没有 血缘上的关系 只要是有关系 那就可能会受到牵连 而方小如此次受刑 一共牵连了 八百七十三人 朱十族的残忍程度 可见一斑 据说 光是行刑 都持续了整整八天 在这八天内 城冲都弥漫着血腥味 就连河水都被染红了 兽刑者们的尸骨堆积如山 甚至因为兽刑人数过多 尸体来不及处理而发臭 百姓们也因此而感到恐慌 一连好几个月 都不敢去上街 不得不说 方小如真是一个傲气十足的人 将文人的风骨体现得淋漓尽致 后世提及方小如时 会有人说他太过执着 识时误者为俊杰 若是他能臣服于朱棣 又怎会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 但他学习儒家思想多年 讲忠诚讲道理的理念 已经深入他心 他忠于自己的救主 忠于自己的思想 又能有什么错呢 他忠读了 他忠读了 他忠读了